上四五年级的时候 我就工作原因 我就调动到外地了 外地工作 因为他什么家务也不会做 他也是觉得 我走了怎么办 那时候我不走也不行 我就跟他说 没有关系 你就保证你俩饿不着 别饿坏了就行了 孩子吃饱 你吃饱就行 其他的活 我周六周日回来我干 吃得挺饱的吗 到现在为止 孩子也长大了吧 做得不错 确实他也是按这个标准做的 对呀 他也就是把孩子吃饱算了 其他的家务活 哪个也不干 周六周日回来 我就开始忙啊 我把我累的 而且你像这些家庭琐事 他不管吧 大事也不管 大事 你想买房子吧 买房子 装修吧 这些应该是男的干的活 不管啊 全是我的事 从张罗手续 完了最后那个操制 都是我的事 偶尔让他干点现成活 也干不好 先问问这个 庄修是因为什么呀 他提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他在那盯着的时候吧 他特别仔细 人家喵着有点那个错了 摸不云的 有点这个这个线走歪了啊 他总在那提 人家那个师傅 特别愿意让我在那盯着 因为我在那老跟他们唠嗑 这就老说我 老闲我不说人家 我说那个师傅们都说 你别去了 叫你们老头去吧 愿意让我去 是是是 我是有时间我就去了 我实在没时间 让他去盯着我 你就现在盯着不好 对 回来以后墙面也没抹平 那缝都是歪的 不是 装修对的问题 他在那给人讲故事 陪着人家玩 人家喜欢他 不喜欢我 我是老挑毛病啊 是 这没啥呀 脾气也不怎么好 脾气不好 挺好的看着 你看着他脾气好 不温柔啊 实际上有时候 发起脾气了就莫名其妙 有一次孩子五岁的时候 孩子五岁的时候 照了一个 何 您真能记 五岁的时候 你还就至少的 二十一年前的事 至少 对 对 不是印象深吗 我受的打击比较大 我就记住了 发生了什么 就是把门给插上了 想心 快点 一杯 小姐 似乎 早说 那一杯 最好 下 要 楸下 雅 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姐 你们最近一次吵为什么 不就是那个谜语吗 谜语 谜语就吵 吵到最后 猜了个啥谜吵的 哎呀 我都忘了猜了啥谜语了 反正就记着是个谜语 那你们今儿来干嘛呢 我又不想能够过 我觉得没啥意思 真不想过来还是假不想的 真是 真是 我还没讲完呢 没讲完 后边还有更伤心的事 讲伤心的事 就为这个谜语 我俩跑民政局一趟 差点离了婚 他追着我 就得讲清楚 本来讲不清了 他就得讲清 我都快崩溃了 我一下子把我们家 一个玻璃插机 就给周翻了 后来他一看我周翻了 他把那个家具 一巴掌就拍下了个门 我们家去 后来我说不过了 这没法过来 人家说不过就不过 人家同意了这回 平常从来他不同意不过 这回同意了 同意了 我俩就跑民政局去了一趟 去了民政局之后呢 看门的时候 说你们干什么呀 我说我们办离婚 他说周六周日不办公 改天再来吧 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 回去以后他就后悔了 我就收拾东西要走啊 他就拽着我 后来就又没事了 这事就算过去了 他是老小孩 是吧 喜欢玩 对 您有业余爱好吗 我喜欢跳舞 因为跳舞的事会争执吗 我以前喜欢跳交易舞 是有舞伴的是吧 对 他挺支持我的 但是我们一起跳舞的 那伙伴们 丈夫都不愿意让跳 不让去 去了就生气 完了要不打架 要不最后男的跟着一起去 人家吃醋 他没事 那您是高兴他没事呢 还是觉得他吃醋 您心里 我不高兴呗 我回去我说 你怎么就没事啊 人家都有事 你凭什么没事啊 你是不是不在乎我呀 我说 是吧大哥 我不是不在乎他 是因为他嫁到我们这边是吧 我们那个家里边那边吧 没他什么亲戚朋友 我说他正好有这么一个爱好是吧 我是比较信任他了 你信任我 我都不信任我自己 不是 不是 您别 您别没事找事好不好 有点可怕 这大姐 接着说 后来怎么了 后来那个 后来前几年 我们单位就破产了 我就回石牙庄了 回来以后 俩人不就是 不是周六夫妻了吗 以前都周末回来 我就觉得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吧 感情在一起 结果他还什么 下棋旅游 看球 也不怎么打理我 不打理我我就跳我的广场舞 我就说 你跟我一起跳舞吧 我们那特别需要男的 而且我们打比赛 男的还给加分呢 有男的 我说你去吧 人家说什么呀 人家说 咱家有一个神经病就行了 这是开玩笑 这纯粹开玩笑 可能我形容的不是特别恰的 我绝对没有诋毁这个跳舞的 这个 没这意思呢